好 现在是正值中值总冠军赛跟美国职棒打的战况相当激烈 但是高雄检警破坏了一个职棒迁堵集团 获利高达了两亿多元 已经把二十几名的嫌犯全部移送法办 这里是高雄七嫌一路中华电信的机房 也是迁堵集团向电信业者租用 架设迁堵主机的地方 正逢中值总冠军赛开打 还有美国职棒战况也打得很激烈 嫌犯架设职棒迁堵网站准备要大赚一笔 机房的部分进去几乎都是大型的伺服器 那盘口进去就是一般我们大型的工作室 里面进去就有好几台荧幕 好几台主机 机房指出祖贤非常的狡猾 为了阴灭证据雇用高级电脑工程师设计了一种程式 只要电脑一重新开机就会自动格式化 把所有下注的记录全部删除 不过一山还比一山高 简禁出动了八大电脑高手加以反制 其实都会结合一些他们的工程师或设计师 他们对电脑其实都蛮在行的 检警调查发现每天千堵站有上千万的堵资流通 在场共查获了电脑主机57台 现金12万多 称赌集团获利高达2亿多元 证据确凿 检警把20多名嫌犯全都移送法办 记者翁崇文王嘉庆高雄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